今年财务,同时也调整农村,2019年的农作计划报告,今天通过了,还有这个,我们的会员大卫志祺应该是在6月16号,6月16号也通过了, 还有也通过这个2018年的绩效,评估这个成绩,也通过这个志愿的薪金,这个计划,还有另外一个,都中交易专案计划的这个代谢金,都中这个市值的培育基金,今天全部通过,之间的通过。 那今天这个客户上面有没有什么临时的议题,这样子,临时的就是,因为我们有提到,这个,刚才有临时的,有这个一个是,我们独中永久注册,因为有一些独中面对的这个问题, 其实在1998年的时候,当时冯正安这个副教育部长,已经对报章时宣布了,这个全国独中是永久注册,所以我们啊,为现在统计,收集资料,跟全国独中,和哪一些独中,是有面对这方面的问题,我们统计了,冯总会跟教育部进行部的。 大概什么时候,所以那个永久注册是什么意思啊? 还是这个,独中这个注册啊,这个注册证,是永久的,当时已经行,就是跟教育局这边,他们注册了这个? 哦,这个原本就要在教育局的。 所以是,就是说,现在目前有些独中是面临说,他们不是永久注册这个问题? 不是,因为可能啊,一些资源不了解,有一些可能啊,忽然间会提出这个问题,其实提这个问题,我去年已经交给张晏智这个资料了,现在我们现在,我们这个有理税也提出来,现在我们要统计一下全国六四家一所提供,但还是目前有遇到问题。 大概有几所是遇到这样的问题啊? 不,不,不过就是啊,提出的东西还是不很清楚啊,我们要去统计一下。 哦,因为这个过去啊,当副教育部长的时候,这个是、 所以还是要去到像六四一所的那个学校去了解一下? 我们来来来来做一个统计。 就是说,他们的注册是有一些,情况还是什么? 不不不,没有的。 串人生在永久注册这样的东西? 这个,这个东西是因为啊,他一些,资源上一些,可能赶费的时候啊, 固解啦,可能去玩的时候他又给手机嘛 这个其实是不存在的问题 其实他本身就是一个涌出身 你自演一些,可能他舒服掉 好,现在易到一些情况就这样 有提到那个 来,我们的主任,请解答 来,大大几个 我也不在 也好啊 好啊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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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